还记得吗 路易斯提出化学键的生成会一循八余体法则 其中价电子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但是价电子参与键结的概念比较抽象 而且每次在解释这种情况时 如果都要将每种原子的电子排列情况画出来 这样太麻烦了 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更简单的说明路易斯的想法呢 路易斯在提出八余体法则之后 为了更方便说明他的想法 他提出了一个能够简易的描述元素价电子数的方法 我们把它称为路易斯电子点符号 它是以元素符号为中心 在符号的四周加上相当于该元素价电子数量的圆点 我们以6A组的养原子为例 先来看他的电子排列情况吧 养的最外面的壳层一共有6个电子 因此 如果把它转换成路易斯电子点符号的话 首先 我们要先画出代表养原子的元素符号 O 接下来 要画出几个圆点呢 聪明的你一定也猜到了 总共要在O的周围 画上6个电子哦 所以现在养原子的周围 一共有2对成对的电子 以及2颗未成对的电子哦 那么路易斯电子点符号中 表示价电子的点 为什么要有1个和1对的差别呢 这是因为单颗不成对的电子反应性较好 产生间接时 会优先使用这些电子 相对而言 成对电子反应性较低 比较稳定 较少参与反应 既然我们知道养原子的路易斯电子点符号是怎么画的 那我们就来看看其他原子的路易斯电子点符号是怎么样呈现的吧 这个表格是从1A族到8A族 原子序1到18原子的路易斯电子点符号 在表格中 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原子的价电子数 会等同于它们所属的足数 唯一的例外是价电子数为2 却属于8A族的氦原子 我们学会了怎么画原子的路易斯电子点符号 那么如果是由不同原子所组成的分子 又如何用路易斯提出的概念去解释呢 这个时候 我们在前面所学的8余体法则就派上用场啦 如果要用8余体法则来说明分子的见解 我们会使用路易斯结构式 路易斯结构式又是怎么画的呢 我们先以常见的水分子H2O为例 首先计算出分子的价电子总数 氢原子的价电子数为1 氧原子的价电子数为6 于是由2个氢原子和1个氧原子 所组成的水分子的价电子总数就是8 而我们在画分子的路易斯结构式时 先以单中心分子为例 以分子式为AXN的形式而言 A为中心原子 X为周围原子 会与中心原子A相连 水的分子式为H2O 因此我们先将氧原子画在中间 氢原子则画在外围两侧 接下来他们要开始结合咯 此时中心原子和外围原子会先共用一对价电子 共用的这对价电子是由氧原子中反应性较高的未成对价电子 都符合巴鱼体规则 再仔细看看中间 其中由二对成对的电子是由氢原子和氧原子共用而成的 我们称为共用电子队 如果成对但没有跟别的原子共用的电子队 则称为孤电子队 在分子的路易斯结构式中 我们习惯以一短线表示共用电子队 接下来我们再试着画出NH3的路易斯结构式 先计算出分子的价电子总数 一个氮原子有五个价电子 三个氢原子一共有三个价电子 因此NH3的总价电子数就是8 接着依照单中心分子的AXN 会以A为中心原子的原则 以氮原子为中心连结另外三个氢原子 并且在检查符合巴鱼体法则之后 再以短线表示共用的电子队 这样就完成咯 要特别注意的是 虽然我们一直强调在画路易斯结构式时 要注意有没有符合巴鱼体法则 但是仍有例外存在 我们来看下面的例子 举个不符合巴鱼体法则的例子来说 三浮化彭BF3 就是巴鱼体法则的一个例外 让我们来画画看它的路易斯结构式吧 首先 一个彭原子有三个价电子 三个氢原子一共有21个价电子 因此BF3总共有24个价电子 然后依照单中心分子的AXN 会以A为中心原子的原则 以彭原子为中心原子 并连接另外三个氟原子 最后再以短线表示共用的电子队 这时你会发现 身为中心原子的彭原子 并没有符合巴鱼体法则 只有六个价电子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这支影片的学习内容 路易斯提出了路易斯电子点符号 透过在元素符号周围的电子点 来更简易地表明价电子的个数 此外 还有路易斯结构式 以表示不同原子所形成分子的价电子间接情形 我们在之前的课程中有学到 化学键依照不同的间接方式 藉由价电子的得失或是共用 会形成不同类型的化学物质 使用路易斯结构式 便可以说明这些间接的形成 说明物质中的间接方式哦 你还记得吗 化学键分为离子键 共架键 及金属键三种 其中 原理为价电子得失的离子键 以及价电子共用的共架键 都可以用路易斯结构式 来说明它们的形成 在下次的课程 我们就会说明离子键 与离子晶体的生成方式 以及它们的特性哦 最后是想一想时间 路易斯电子点符号 或是路易斯结构式 为什么只需要画出价电子 而不画出所有电子呢 除了简单方便之外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理由呢 欢迎在下面留言 告诉我们你的想法哦